大家好,欢迎来到海纳渔夫工作室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 海纳渔夫,异国他乡的新移民 我们应该给予孩子什么 我们背井离乡,离开故土 来到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地方 为了什么?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毫无疑问,我们是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总是很残酷 最近几年,笔者身边不少新移民朋友 因为水土不服,不得不回流到开始的地方 江湖就是这样残酷 强者生存,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面对陌生的环境,我们成年人都充满恐惧与不安 那么年幼的孩子们呢? 笔者与客人在探讨对孩子的教育时 发现不少客人走入了误区 导致孩子压力巨大,出现叛逆 还认为自己的孩子不听话 作为成人的我们,设身出地的为孩子考虑过吗? 孩子们来到陌生的国度,进入新的学校 面对语言障碍 老师同学或多或少的歧视 课业的压力,本身就非常不容易 很多家长觉得来到异国他乡都是为了孩子 不仅不给孩子鼓励与关怀 还将生活工作中不顺的怨气发泄给孩子 孩子不仅需要面对学校的压力 还要面对家庭的压力 长此以往,孩子心态扭曲,不叛逆才怪 我们应该给予孩子什么 能够给予孩子什么 面对陌生环境,我们自己首先需要调整好心态 对于孩子,我们必须给他鼓励 关怀与力量 让孩子在面对学校新环境的压力时 能够在家庭得到温暖与力量 度过适应期,孩子就能健康快乐成长 遇到问题,千万不能指责孩子 我们要寻找到背后的成因 笔者有个客人的孩子生在美国 去年移居洛杉矶,进入学前班学习 孩子很活泼,而且调皮捣蛋 由于语言障碍,老师总认为孩子不听指令 一个五岁多的孩子被老师经常投诉 在学校一次捐款活动中 孩子家长捐助了100美金 其他白人家长捐赠大多数都在10美金或者20美金 这次捐款活动后 老师对孩子评价大便 孩子每天得到老师的表扬与鼓励 家长听见的不再是老师对孩子的指责 这就是人性,不分种族与国界 笔者常说,歧视存在于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美国的歧视因为规则与法律 歧视不能明目张胆 不能表现在语言与行动上 但是,种族歧视,地狱歧视,文化歧视,贫富歧视 无处不在 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最多民族的国家 各种文化冲突,很多成年人都无法适从 何况孩子 孩子们在多种文化冲突中 如果不能很好调整自己 就容易迷失自己 迷失方向 走向歧途 新移民来到异国他乡 我们面对人生需要重新定位 重新寻找方向 保持良好心态 脚踏实地 未来一定有一片天 我们将这种正向的力量传递给孩子 让孩子在多种文化冲突中 去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目标 人生是长跑 比的不是一石一地 我们和昨天比 孩子与昨天比 每一天都在进步 哪怕一点点 日积月累 一天一小步 一年或许就是一大步 身教重于言传 有什么样的家长 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孩子的表现 就是一个家庭最好的反应 作为家长 我们要求孩子做到的 我们自己应该首先做到 否则我们无权要求孩子 那样的家长 也不可能得到孩子的尊重 最后 如果您也需要房屋买卖 出租管理 美国合伙买房服务 可以在描述栏 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 加入我们 让您的美国房产投资 一路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